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 第八阶段的学习 那么在第七阶段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面向对象编程和装饰器 在第八阶段也是在本课程的倒数第二阶段 我们将综合利用我们之前所学的知识 给大家教一下怎么来用Python开发一个小的游戏 并且我们可以用到图形界面 好 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图形界面 图形界面呢 简称GUI 比如我们从平时接触到的Windows系统 整体的这个设计都是图形界面 那么它的好处是和用户提供了一种非常直观的交互的方式 所以GUI的简称 也就是说Graphic User Interface 它是一个简称GUI 然后呢 在Python中有很多支持图形界面的酷 其中有一个自带的标准酷 名字叫这个Tinker Tinker T-K-I-N-T-E-R 这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教一下 怎么用这个Tinker这个酷 做一些简单的图形界面方面的设计 以及 implement 也就是实施 好 我们来看一些代码 那么这个Tinker呢 就是Python中的一个GUI的酷 它的功能是我们提供的一些现成的可以直接用来快速开发图形界面的相关应用 好 所以在这个代码中呢 首先我们需要 导入这个酷 所以的语法就是 from tinker import 信号 也就是说 我们从Tinker这个酷里面 导入所有的 东西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到两个特殊的包 一个叫simple dialog 也就是建立一个 简单的对话框 所以呢 我们也导入Tinker之下的这个simple dialog 这个s 因为我们后面要用到它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拼写有点长 所以我们给它起一个简称叫dl 其实也就代表dlog 在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对dl进行操作 我们不用打这么长的名字了 这是一个简称 当然这个s这个部分是可有可无的 那同理呢 在这个小例子中 我们还要用到一个message box 也是一个信息显示的一个 信息框 所以呢 我们同样导入它 把它叫做一个mb 也是一个简称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例子在做什么 我们只是想有一个简单和用户的输入和输入的一个交互界面 就像我们之前学到console中 我们可以提取用户输入的input输入 以及给用户在console中打出这个输出一样的道理 只是我们在这里需要用gooie来展示一下 好 那我们首先创建一个变量 叫root 用一个tk 这个呢 是tinker里面自带的一个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创建一个主函数的显示框 下面呢 我们创建一个label 也就是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当然也是tinker里面自带的一个类 那么标签呢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呢 就是说我们之前建的基本的这个主函数框是什么 然后标签的这个显示的文字 它的这个title也就是标题是什么 好 这是我们是做一个范例 所以我们就把开始建立的这个主函数的这个窗口root 传为第一个函数 第二呢 我们就想显示出来一个labeltitle 做一个示范 这样呢 我们就新建了一个label标签的对象 然后这个标签函数呢 它本身自带有一个方法 叫做pack 也就是自动调节这个标签的大小 来适应这个字数 好 在这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发生了什么 好 我们先把别的code先注视掉 这时候呢 我们还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对话框 所以目前我们在没有加别的code之前 还没有任何显示 那我们继续看 我们怎么来使用 别的方面的故意的输入和输出对象 好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我们之前导入的这个message box 简称mb 这里面有一个方法叫show info 从这个字面意思我们可以理解到 它是用来给用户展示一些信息的一个窗口 通常作为一个开始的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 这个方程很重要 方法也很重要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message box 也就是说 我们导入简称为mb的这个对象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ask integer 也就是说提供一个用户输入的框 对话框 在用户输入一个数字之后 他期待的是一个整形的数字 然后把这个值就附给这个guess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input 在console里面让用户提供一个输入非常像呢 只是通过一个图形界面来向用户询问这个输入 好 然后输出呢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定义一个字符串 Stream output 我们利用这个message box 它的一个方法叫show info 来输出我们想要输出的信息 基本就是几个主体的部分 待会儿下节课 我们将利用这个来开发游戏 那么这么几个输入输出的部分 简单的就足够我们来开发这个小游戏了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 好 大家看到 首先在这个屏幕的中心呢 提出来一个welcome的这个对话框 其实这一部分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我们之前用这个message box 来创建的一个对象 并且给它的title 也就是第一个参数 是它的这个题目 叫welcome 它的内容welcome message 显示在这里 好 另外一个我们创立的主函数框 以及它里面的一个label 一个标签 在这里显示到 这是之前我们创建的这个w 它的root 就是我们开始的主函数框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标签 标签上的文字显示的是label title 显示在这里 好 假设我们现在 点一下ok 大家看到又弹出一个新的对话框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最后显示出来的这个output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 sorry 这是一个我们刚才显示出来的这个通过这个dialog 也就是说这个对话框来询问用户的一个input 所以这里面显示 int number 就是我们之前用的dialog里面的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也就是它的title 我们出现了三个部分 这是呢我们可以输入一个数字 比如说7 好 for this is output message 也就是 使用了最后这个message box 里面的一个show info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GUI的应用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教一下 如何通过这些简单的输入和输出的交互 来创建一个小的游戏 感谢观看